專案與社群手冊是哲偉要講嗎? 對 好 你們不知道 對 上來啊 好,那現在就把時間交給哲偉 大家好,我是中南哲偉 就是延續Isabel提到的 今年度我們在進展的這個公民科技專案的手冊 那這個其實手冊我很快用我們已經有的中英文版的介面分享 那待會也會請丁寅跟TIFF來分享一下 他們各自譬如前往清邁的工作坊的場合 還有念海松的場合大家收集到的意見 特別是我們這次有著墨在東南亞的一些社群跟專案的經驗 也把它中文化寫出來 然後左邊這邊,你進到這個手冊呢 手冊的網址基本上在今天的共筆都會看得到 那也有分中英文版 那左邊就有一個類似一個小的目錄介面 然後第一張,第二張,第三張 那其實大的原則基本上是 第一張是介紹這個GinV的社群運作 那第二張是說怎麼發起一個類似的社群 或就是一個公民科技的社群 那它有沒有什麼元素或要素 那這是第二張 第三張就是Focus在這樣的社群裡面做專案 那是怎麼開始 那或者一些專案的特點是什麼 第四張是標題叫做亞洲其他國家的公民科技專案或社群的現況 那我們就比較針對的是東亞跟南亞的地區 那裡面就會再發展出來 其實各國的政府對於CVTAG的社群 還是有些影響的關聯性 我們去描述 再進到一個趨勢是 台日韓青年如何參與公民科技社群 也是我們這次在幾個場合上有去跟大家收集 好,那我是不是就接下來可以請 依依來分享一下 那我這邊主要講的是在五月的時候 就是NDI也就是美國國際民主協會 那我邀請九州團到外參加DRAPAC 就是泰國數位人權大會進行一場工作坊 那在這個工作坊裡面主要是介紹就是G0P社群 在台灣做公民科技專案方面的運作 那現場工作參加者也有來自譬如說 越南、緬甸、中國還有印度方面的人來參加 然後也有分享他們在他們國家在運作公民科技的專案跟社群的現況 還有可能被實現的方式 那其中比較特別的是就是有緬甸還有中國的夥伴 他們會特別重視在隱私跟人權的這一塊 比如說緬甸的參與者就有提到說 在緬甸每一個跟公民科技有關的 跟民主有關的事情都會被視為是一種威脅 尤其是在2021他們的政變之後 所以如果要在緬甸推動公民科技的話 為了避免風險他們會到不同的國家去做相關的活動 像是有些人會選擇去墨爾本、斯里蘭卡還有泰國或者是馬來西亞 那除了盡量避免在緬甸當地進行相關的活動之外 在通訊方面他們也會特別重視隱私跟匿名的方式 所以他們對隱私的需求度相當高 那這個部分也會體現在就是比如說感謝機制方面 像距離拚社群會特別重視對貢獻者的感謝 可是他們就會用無名英雄的方式去感謝他們 沒有辦法很明確地寫上貢獻者的姓名 然後甚至是暱稱也沒有辦法也要盡量避免 那在中國方面的話就是參與者他們表示說 會需要像水一樣的進行活動 比如說要特定進行某個專案的時候 他們要像水一樣迅速集結在一起 然後迅速地完成專案再迅速地散開 一直到下一個主題才會再重新集結 所以就是從這兩個國家的例子就可以了解到 就是政治環境相對比較封閉 然後對民主化的程度也比較低的國家 對公民科技發展會有不小的影響力 所以光是言論還有通訊自由上的限制 就會讓專案就是很難以順暢的 然後穩定長遠的進行 也會造成專案參與者在人山權上的心理壓力 同時也很難留下完整的協作紀錄 還有對貢獻者的肯定 那接下來請提個分享 Mia總部分 好 然後在這一次的那個handbook裡面 因為我們有就是NDI有贊助學生群 然後還有devin handbook讓我們到滅海松去做一個工作坊 那工作坊裡面我們主要就是去邀請各國的 我先開這個 對好 然後各國的夥伴來分享他們在當地做公民科技的經驗 那因為當天比較多是日韓來參加 那日韓就相對剛剛硬分享的就是比較相對開放的政府 所以在我們是知道這邊上面其實這邊是比較針對就是政權上面的影響 那這裡我們就比較談是在相對開放的一個社會裡面 跟政府公民科技社群跟政府合作要注意的一些重點 然後這個內容除了有放FTO之外 我們也有參考之前就是有辦那個網路星期二的一場 然後像RR或是Ronnie等等 他們在那個論壇裡面分享的經驗也都放了進來 那包含像是認為說政府跟公民科技應該是合作夥伴關係 而非僱傭關係 那今天剛好也有政府夥伴 就是大家可以聽完之後也可以給我們這個handbook一些進裡面 就是建議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國外的夥伴也有提到說 其實國外成功案例很適合去作為就是邀請政府跟他們合作的一個契機 然後甚至有談到說可以辦更多給公務員的教育訓練 然後以及像就是他們都有提到是與其跟中央政府 或是比較有權威的一些政治人物合作 反而跟地方政府合作 然後甚至內部公務人員他本身是認同的話 更容易促成專案發展 因為他們其實是執行的人 然後另外也有人就是有提到說 因為像日本跟台灣現在公民科技社群發展越來越成熟 有蠻多人被邀請到政府單位 所以當政府單位裡面有相關的背景的夥伴的話 會影響跟政府合作的關係 這個是日本跟台灣都有看到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因為公部門跟私部門的就是教訓練不太一樣 然後呢就是工作方式也不同 所以政府服務要怎麼樣去配合 像可能晚上加班等等的問題 這也是一個需要討論的 那另外我們這次也特別放了就是 在那個網路星期二裡面 他有一場是林務局他們的經驗分享 然後是關於跟原住民合作的經驗 那這個我們也把它特別放進來 因為在日韓那邊他們比較沒提到 然後最後呢就是這一次我們有特別邀請就是台灣的學生 然後跟日韓的學生一起在FTO密海松去討論 對然後關於他們自己目前各國參與的狀況 那這邊簡單重點整理一下 就是其實三個國家目前的U22以下學生參與人數 雖然還是比較小眾 但是有逐年上升 然後我們看到的是其實是因為公民科技社群越來越發展越好 然後另外一個是學生他們其實接觸科技的管道也越來越順 就是通常 然後幾個比較重要就是 其實像台灣學生就有建議說 大家都在說為什麼要就是 也許要辦一個學生版的G0D或是什麼 可是他們認為其實不需要 也許是降低目前的現有公民科技社群的門檻 是更有意義的 因為對他們來講 這邊有很多的前輩可以跟他們做連結 還有經驗分享 然後更多的資訊 然後另外一個其實在日本的學生都有提到說 如果業界能更認同公民科技的經驗 會有助於他們參加醫院 然後也會有助於他們在那個求職上會更順利這樣 然後所以就有提到這一塊 所以如果有業界的朋友也歡迎可以多多去跟公司可以幫忙談 討論一下這一塊 然後如果有需要知道其他東西的話 歡迎點進來看裡面有非常詳細的內容 然後有任何的回饋都可以再跟舊松團說 OK 謝謝 好 我們謝謝舊松團的夥伴和所有手冊貢獻者 就是非常認真的就是寫這個公民科技專家社群手冊 他們都是最棒的射手座 好 那再來 更討論 essay